爱之时速160公里的强风 在鼓鼓泥水间背着穿救生衣的小孩 盼求历劫归来 转个镜头 其他军民也从家园逃出 避免遭大水淹没 这里是菲律宾 正被康僧台风正面强袭 临近海岸边的住户目击大浪不断倒灌 一转头街道更已经被吹得万七八糟 当局搭建临时应急的帐篷 还来不及用 就已经被强风吹得不堪使用 根本没人敢靠近 甚至有铁皮屋民宅被强风吹得支离破碎 看看这画面 甚至还有房屋直升支架 连屋顶都不剩 台风登陆后已经造成至少一死 17人下落不明 将近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超级墙台今年入秋接二连三 瞄准亚洲 但9月份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 就要比8月高出10%左右 更容易出现风亡 这是因为热带海洋 经过一个夏季能量的累积 所以更容易孕育出超强台风 有民众得靠重型机具 在往昔平坦的巷弄移动 还有民众没那么幸运 胸部一下都在水中 强烈台风袭击菲律宾 民众只盼乘灾暴雨 别再酿更多损失 三立兄弟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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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